这一集我们要谈谈穿越时空的旅行 这是有一个有关于穿越时空旅行的故事 我希望你仔细听 因为今天在最后面 你会听到让你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事情 假如开放大家有选择 你能够拥有一种超智能能力 我发现大多数的人都想要有 自由穿越时间空间的超能力 我敢肯定如果你能够穿越时空的话 你手上一定会预备一份清单 列出你想做或想改变的一些事情 就像所有的时空穿越的电影和故事一样 你会看到很多相同的情境 有一些你要非常的小心和注意 游戏规则和情况 你有想听完今天我要讲的故事 那我们开始吧 这是麦克 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 他非常爱他的妻子和孩子 有一天他找到了一台穿越时空的旅行机 或简称时光机 当他与妻子发生激烈争吵 很不高兴的时候 他就回到了几个礼拜以前 那时候就变成现在 他和他的妻子相处快乐很多 他发现到这台时光机器真的很有用 于是他就想利用这时光机解决更多的问题 所以他又回到更前面的时间 他回到了几年前 买了很多他知道会大涨价的股票 然后他就回到现在 这时候他就变成很有钱的人 麦克将这台时光机随时的带在身边 想用就可以用 好了 再下来的故事真的很有趣 有一天 麦克的朋友出车祸去世了 麦克听到以后心里非常难过 但想到他有这个时光机 于是他就回到了过去 特别就警告他的朋友 那天开车要很小心 所以现在他的朋友还活着 这时候麦克回到了现在 但是他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他孩子看起来不太像他的孩子 他问他太太 这孩子是谁的 他太太也说 亲爱的 这就是你的孩子啊 怎么了 你还好吗 麦克很震惊的 看着这些陌生的孩子 他喃喃自已的对自己说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他突然想到 糟了 我的时光机 他赶快跑去看他的时光机 机器旁边印了几样很小的字 警告 小心 你想改变过去的事 看起来很小的改变 都可能导致你现在生活巨大的不一样 麦克发现他过去所做的每一件小事 都很可能对他现在生活 发生巨大的影响 于是才大一度回到过去 撤销了他原先的改变 让所有一切保持原样 矛盾的是 他很想改变的实在很多 若保持原样不变 他也真的很不愿意 现在 我希望你认真的想一想 我下面要说的 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了解 有的时光机并不代表你可以或应该随意的去改变过去要发生的事 因为即使很小的一个改变 有可能会让现在生活变得完全不一样 不过不过不过 请注意 请把时光机停留在现在 你会发现你现在所做的一些小事情 可以极大的改变你的未来 好好的想一想 现在注意看 我手上有一个杀漏计时器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看哪个部分 很多人都没有看到 计时器很重要的部分 看看杀漏计时器的下面 这代表过去 过去就是过去了 过去所发生的事已经回不来 你不能将下面过去的沙子搬上来 上面这里是未来 明天 下个月 十年以后 这里会发生什么事 你无法控制 你事实上看不见 这里还有多少沙子 所以你只能看到底部和这里 中间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这就是现在 这是您唯一可以控制的部分 只是大多数人的注意力 不是在这里 他们太担心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为过去发生的事伤心难过 但他们应该把注意力 重心放在这里 放在中间 你能在这里改变什么 因为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 都会让将来不一样 想想看 有哪些小事情 你现在可以改变的 有哪些改变可以让你更健康 哪些小改变可以让你的公司翻转 是不是来打个电话联络一下 勇敢的道歉 给公司或学校的同事一些鼓励 或捐一些钱给可能有需要的人 或多做一个阴体向上 或多做一里路 或订阅这个频道 圣经有一句话说 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一个有智慧的人 要接纳无法改变的过去 但积极的创造又盼望的未来 我是蔡仁松 愿意有智慧的你 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管大小 未来都有丰富的成果